為什麼每次投資都賺小賠大 總是被收割當韭菜嗎 跟著17年經驗 保險公司投資經營人 陳彥蓉分析師 獨創A指標 科學認證 波段高點點 不再追高殺低 精準掌握下一檔標股 在投資市場成功獲利 歡迎收聽 財經關鍵晚報 股市A指標 財經關鍵晚報 股市A指標 由大萊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分析師陳彥蓉提供 108年儘管投顧薪資第012號 本節目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不利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白毛 歡迎收聽今天2024年4月26號的 財經關鍵晚報股市A指標節目 本節目由大萊頭顧陳彥蓉 分析師我們的彥蓉老師 來分享每日大盤跟個股 歡迎每週一到週五下午4點鐘 按時收聽我們的股市A指標節目 跟網路搜尋股市A指標 還有陳彥蓉分析師喔 來跟蹤我們彥蓉老師的腳步 現在就可以把老師的LINEID給寫下來 小老鼠小寫A178 小老鼠小寫A178 加入之後流入我們不同的通關密語 就會有專人的為您服務 哈囉 老師午安 白毛午安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午安 我是彥蓉 是 台積電今天在ADR大漲2.7%的帶動之下呢 也大漲了16塊 請問老師您最近一直有提到這個V型反轉啊 那台股在台積電的帶動之下會有V型反轉的機會嗎 好 我想這一部分的話呢是我們在接下來的操作策略方面喔 是 必須把這個策略先擬定清楚 那這個策略一定很重要 如果他是V型反轉的話 哇 那你要趕快去買股票 那但是如果他不是V型反轉 是要足第二隻腳 那其實這部分就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你手上是弱勢的股票喔 就必須要去做一個賣出少數為盈的動作 那手上如果說有資金的想買股票的 應該是要等下沙回來再做一個買進 那當然這一部分我們等一下會來分析他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喔 好 我想基本上彥蓉在這個禮拜 今天是禮拜五囉 對 要做什麼 要周報 是 沒有錯 周報 周報的話呢 我們在4月6號的周報 尼德科超中6230這檔股票 八支漲停辦 八支 從上禮拜漲停到今天 對 然後呢 上一期的是4月21號 有元甄 元甄是三支漲停板 1725的元甄 三支漲停板 還有上一期還有一個叫做3363的上全 上全 兩支漲停板 兩支漲停板 對 沒有錯 所以今天如果說大家想要索取 彥蓉老師的周報的 現在趕快加LINE喔 那麼寫下來 把小老鼠小A178寫下來 然後呢 等一下記得加LINE進來留言 因為我們這個是以留言的順序來做一個發送的 禮拜六會發送 那這邊的話呢 是以加LINE留言的這個時間順序 那怎麼留言呢 你要留言周報加1聯絡電話 周報加1聯絡電話 有留電話才有喔 好 那我想重點的部分喔 那麼彥蓉老師在4月份 今年已經4月26號了 可以說4月份已經底定了 好 那麼所有的成績單都已經底定了 那麼來跟大家分享喔 那麼我們在操作方面 第一個就是一個大餐 撥斷單的意思 那另外一個是點心 撥斷單就是一個月我們來計算有幾檔 有幾檔 30% 50%以上的 那另外的話點心就是每個禮拜想辦法讓你一檔到兩檔 差不多7%到10%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在4月份的撥斷單 主菜大單有這個雅力70% 紅藝股30% 紅樹260塊也是30% 全樹高點區做一個收割囉 是 好 然後呢 在這個點心股的部分喔 那麼平均一個禮拜大概是一檔一拳 2486的一拳10% 那麼8064的冬結10% 1616的液態是這個禮拜二的 也是10% 還有呢 最開心的是今天的5493的三連7% 這檔股票我在前兩天就在我的LINE當中有講了 是 所以加LINE進來留貼圖 就可以得到第一時間領先在廣播節目出現之前 領先在百萬訂閱數非凡商業台的這個 百萬訂閱數的這個觀眾朋友們知道之前你會先上車 這樣知道意思嗎 是 好 所以呢 那當然重點的部分喔 最開心就是這些股票呢 高檔去了收割都收割掉了 那我們現在要推出一個以股換股的活動 那這個以股換股的活動呢 就是要幫大家換到這一波最強勢的股票 就算大盤拉回來回撤第二隻腳他也不會再回來了 那你說老師我可能有這個套老的股票那怎麼辦呢 好沒有關係我們會用這個你一檔或到兩檔套老的股票 我來幫你換成我的這檔標股那我這檔標股我等下會跟你分享 那麼在下禮拜是一個最佳的買點他有拉60%以上的機會 哇60%喔 是沒有錯那這個活動叫做以股換股 以股換股的活動 那麼你只要加LINE進來留言以股換股聯絡電話 或者是以股換股LINEID就可以來參與這個活動 好那大盤的部分喔 嗯 大盤的部分我現在下一個註解你要寫下來喔 是2000點倍數行情 喔2000點倍數行情啊 對5月份開始 好5月份開始 那但是你要去注意喔 因為現在我要提醒大家 其實這次的低點也是我提醒的 那麼從這個我就告訴大家一萬九千三百到一萬九千五百會足底嘛 好那果然足底上攻嘛 那來到這個今天已經超越接近兩萬零三百點了 今天最高20226 好20226大家還記得我跟大家說過的 20300到20400以上不要追高嗎 是 好這個要注意喔 是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是以台積電來看喔 台積電的話這個地方啊 那麼呃 今天這個收其實收得不是很好 那收在783附近 787是關鍵啦 是 好那你要飛行反轉至少要先 站上 787 然後呢把802的部分喔 用紅K線封掉 否則這個地方我覺得 還是要小心一點 而且弱勢股一定要太弱換強 是 對那這個地方當然強勢股我覺得不會再有低點的 我們說這冷面的水果喔 青菜 這最漂亮的我們先來撿 是 先來選 第一隻腳就先選起來 那如果回撤第二隻腳是沒有低點的 那當然我想我的做法是什麼 我在這個地方當然我也不能讓你去追高嘛 比如說 6230的操縱 1725的圓針 3363的上全 這個都先講過了嘛 是 低點提醒的不能讓你追高嘛 沒錯 那所以在這禮拜的話我就跟你主打點心股 哦 點心股 尤其今天 真的是很開心啊 來跟大家分享 分享這個 5493的三連 今天是進在108.5附近 然後呢定在這個117附近 正好最低跟最高附近 那麼 穿價成交 那麼今天的點心股呢 是有這個三連 5493的三連是7% 那再加上這個 禮拜二的這個液態 有10%這樣加起來就有17%了 所以呢有大行情波段利潤 我就帶你做亞太 亞歷的70% 紅藝谷的30% 紅樹的30% 我帶你賺這種大的這個利潤大餐 但是像我認為現在可能會有回撤 第二個隻腳的時候 我就會把風險幫你規避掉 盡量用當沖或隔日沖的方式 所以呢 液態是隔日沖 那三連是今天是當沖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認同了 可以跟著這個方式來做 那現在最重點的部分是 我們怎麼樣去判斷一個族群 哦 那麼是比較強勢的 是比如說兩檔股票來選 怎麼選 比如說2353的宏基電腦 宏基電腦你在跟華碩做比較 那要選誰呢 那以宏基來講 它的RSI是創高點的 拉的比較高 它就優於這個這個華碩 是 那比如說像你這個 6449的育邦 那麼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在你怎麼樣去選 這個育邦跟上全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 整個指標值可以來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篩選 做一個篩選 所以呢比如說 上全的部分 3363的上全 跟8147的這個正0 他們都是一樣是 矽光子的連接線 那為什麼我選的是 3363的上全 因為它的RSI是創的 比這個8147的這個 RSI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做一個選股 當然今天是假日嘛 來分享一點技術的分享 這是最基礎的 當然我們陸陸續續 還有其他的分享 那所以呢用這個邏輯 我就選到 6449的育邦 跟3363的這個上全 那這個的話呢 育邦它是一個AI題材嘛 上全是CPO概念 矽光子的概念股 雙題材 雙題材 是雙題材 所以包括尼德科操縱 也是這樣的邏輯概念 選出來的 你看一拉就是 8隻掌停板 8隻掌停板 所以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粉絲的福利 就是說 AI的題材 類似像育邦一樣 還有呢 育邦是拉了80% 拉了一倍 那矽光子的 3363 3363的上全 在上一波當中 也是拉了一倍 那這兩張股票的一個題材性 那麼分別是AI加矽光子 那我現在用相同的技術分析 選股的概念 再配合這個題材性 AI加矽光子 雙題材斜槓 強強聯手 那我選到一檔股票 它叫做育邦第二 育邦第二 沒有錯 短期內有60%起跳的機會 假設你想要索取 這檔股票的投資朋友們 你可以加帶進來 是的 老師分享歡樂分享愛的愛心標股 育邦第二 育邦第二 聽眾朋友 60%起跳 粉絲福利來囉 趕緊把握 老師的LINEID就是 小老鼠小寫A178 小老鼠小A178 現在就把小老鼠小A178 給寫下來 等一下記得加老師的LINE來留言 6449加1 6449加1 來索取這檔AI加矽光子的雙題材概念股喔 好我想6449的原因是因為 育邦的代號就是6449 對這樣就清楚了喔 好那我想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葉農老師要來跟大家分享喔 4月份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在月線上喔 那麼目前看起來是小跌一點 大概小跌100點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 4月份我們也沒有讓你白過 是 如果你有加LINE進來的 有留這個 有留這個電話的 或者說你是直接參與 來跟我同步操作的投資朋友們 那麼我們主打波段大餐 我們給你的是 雅力的70% 紅樹的260塊30% 紅一股的30% 另外我們呢 像現在這個行情 我認為比較不穩的時候 我不讓你追高 但是我不能讓你看戲啊 我就要帶你去做短線 短線就是當沖或隔日沖 這就是我的點心 那這個月的話呢 平均一個禮拜一檔 那這個月的話呢 四個禮拜一拳10% 這個是隔日沖 冬結10%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短線的部分 那液態的話呢 10% 1616的液態10% 2486的一拳10% 8064的冬結10% 那還有呢 今天 今天 5493的三連 前兩天就提醒你了 已經漲兩支停板 對不對 我今天還提醒 做可以做一個 當沖或隔日沖 那因為它也直接拉上來 我們直接先把它當沖掉了7% 所以這個就是 燕龍老師的一個操作模式 如果你認同的 把握跟著我們的腳步 以股換股 以股換股這個活動 那麼用你的一檔弱勢股 來換我的這一檔強勢股 6449的玉邦第二 玉邦第二 如何參與呢 歡迎加賴進來留言 以股換股加上電話 以股換股加上LINEID 來跟上我們的行列喔 是的 台股4月份跌了100點 聽眾朋友們 您對自己的操作有滿意嗎 現在分享老師給會員的 4月份大餐跟點心大餐 最多的有 雅力70% 紅一股30% 紅素30% 點心最多的有 冬結10% 一拳10% 這加一加 其實資金也又翻倍了喔 換股活動 接近尾聲 越早來才能越早 換到最標的股票 歡迎來參加 以股換股 以股換股活動 現在趕快加老師的LINE 小老鼠小血A178 小老鼠小血A178 留言 以股換股加上電話或LINEID 以股換股加上電話或LINEID 帶您換成本波反彈 V型反轉最標股 休息一下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 您現在收聽的是飛碟聯播網 我是白毛 台股目前4月份疊100點 聽眾朋友們 您怎麼做的呢 有沒有乖乖聽老師的話 將老師在LINE跟留言 我們的通關密語呢 老師給會員跟流電話的粉絲 都有大餐跟點心 大餐有最多的亞歷70% 紅一股30% 紅素30% 點心有 冬結10% 一拳10% 還有 有液態也有10% 所以不對的股票 換了才有希望 把握已經接近尾聲的 換股活動 以股換股 以股換股 現在就加LINE 小老鼠小寫A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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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以股換股 加上電話或LINEID 帶您換成本波反彈V型反準最標股 所以趕快網路搜尋 股市A指標 趕緊打電話 02-2365-9333 或者是 加老實人LINE 小老鼠小寫A178 小老鼠小寫A178 千萬不要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錯過 你真正的堆心肝喔 財經關鍵晚報 股市A指標 由大來國際證券投資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師 陳彥榮提供 108年金管投庫薪資對012號 本節目所推薦分析師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持續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 歡迎回到我們 財經關鍵晚報股市A指標節目 你想翻身嗎 老師在節目中就有一次 能夠讓你翻身的超強股票 聽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 錯過前一段節目沒有聽到的朋友 也可以搜尋YT的股市A指標 或搜尋陳彥榮分析師 還是可以了解我們這其中的奧秘 更成為粉絲加入會員喔 老師 今天大漲了300多點 那投資人我們應該要如何 核區及避兇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嗎 好的我想在今天是說 在20120盤中最高已經來到20226了 那基本上20300到20400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心理關卡 所以這邊我建議大家 弱勢股或者是漲多股 利用下禮拜一 如果漲到20300到20400附近的時候 應該要做一個減碼 或者是收割的動作 這是我的一個忠告 那當然我想這邊的話 最重要的部分是下一波的佈局 這個邏輯方法 以及目標股你選到了嗎 如果你也沒有選到的話 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有選到一檔 那我這一檔的一個選股方法 就是類似像這個育邦 6449的育邦 我選到的育邦 它在這個地方拉了80%上來 那麼3363的這個上全 那麼也拉了前面在1月底 1月初的時候 也拉了一倍上來 那主要這個邏輯觀念就是 上全它是這個細光子 概念股的連接線 還有呢 育邦它是屬於AI族群 那用這兩大族群強強聯手 我選到了一檔 那麼有題材性 然後在技術線型轉強了 就剛剛第一段跟大家 談到的技術選股方式 還有A指標數據創高點 那這檔股標叫做育邦第二 育邦第二 短期內有拉60%以上的機會 如果你想要索取的話 現在加LINE 小老鼠小A178 現在來做一個留言 那麼怎麼留呢 你就留6449加1 6449加1 對沒有錯 好那這個地方 我來跟大家分享 下一波我們來注意的是誰呢 就是AI概念股的技嘉 2376的技嘉 那麼A指標數據有回測前提 RSI也是一樣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整個題材性持續發酵 那這個股票也可以做一個注意 另外呢就是這個6187的萬潤 萬潤在上一波這一段的跌幅當中 比較可惜就是人家在拉的時候 設備股在拉它是被處置的股票 所以買盤沒有進來變成超跌 那我認為近期如果主底成功 關鍵價位守穩 它其實這個半導體設備股 同時它也是平蓋股的部分 那也是斜槓雙題材性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做一個觀察 那另外3363的上全 大家不要追高囉 那但是呢如果它能夠回測到關鍵價位 能夠守穩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機會也會相當的不錯 好那另外還有一檔就是我今天早上啊 那麼在我的LINE當中啊 所以你看這個叫6215的盒裝 它是半導體設備股 6215的盒裝 對它是半導體設備股跟車用電子 所以我說你為什麼要 早一點加LINE進來留貼圖 因為你會比我現在廣播出去的時候呢 早一天知道 早一天知道這檔股票就會早賺一支掌停板 那今天它是掌停板的 你要買便宜貨都有 是不是但是我認為它不只一支掌停 如果說殺下來關鍵價位能夠守穩 我覺得它還是會有機會的 所以這個地方來跟大家分享這個上述 包括這個6276的技嘉 還有6187的萬潤 還有3363的上全 還有6215的這個盒裝 那當然今天不希望大家去做追高 要配合大盤的節奏 配合大盤的節奏 如果關鍵價位守穩 才可以做一個買進 那如果大家對這些股票有興趣的朋友們 現在可以加LINE進來 來做一個私訊來提問燕龍老師 整個下一個買點到底在哪裡 那我想今天尤其是假日 週末假期 那麼我們周報也要出了 那現在開始就可以留言 周報加一留下聯絡電話 那麼我們在最近幾期的周報 最新一期的周報分享 那麼包括1725的元真有三支掌停板 3363的上全也有兩支掌停板 還有上上期分享的這個尼德科操縱 一共拉了八支掌停板 所以這個周報也是你翻身的一個方式 那麼我們也願意用這個方式 來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們結緣 也歡迎大家依照時間的順序來發送 所以大家現在等一下趕快留言 周報加一留下聯絡電話 那麼來索取周報 那這邊的話呢 我再度來跟大家分享 那麼我們在以股換股的活動 已經接近尾聲了 那這次以股換股的活動 我們用的是最嚴格的條件來選股 比如說有這個題材性的股票 像這個3363的這個上全 它是矽光子概念股 那麼在前一波一月份的時候 漲了一倍 那另外的話呢 6449的育邦 在最近漲了80%上來 這個是AI概念股的部分 那麼我們用這個邏輯性 用這個題材性 加上技術分析的選股 選出這麼棒的股票 那現在我用這個方式 強強聯手選出來的股票 那麼在短期內呢 我認為它在五月份的大行情當中 它是打頭陣 打頭陣的股票 就是將來會變成我的代表作 就像亞利一樣 它一拉就是70% 所以這個股票 我覺得60%是保守的 那這邊的話呢 我要以股換股 用你的一檔弱勢的股票 來換到這一檔股票 那你想要自己操作的沒關係 你現在加賴進來留言 6449加1 6449加1 來做一個這個索取的動作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希望跟著燕榮老師同步操作的 你可以把握這個 以股換股這個活動 以股換股這個活動的話呢 就是用你一檔 或者是兩檔弱勢的股票 來換成我這一檔即將大標的 6449的第二的 這個玉邦第二的這檔股票 那這個地方怎麼參加這個活動呢 現在加賴進來留言 以股換股加上聯絡電話 或是以股換股加上LINEID 來跟上燕榮老師的行列喔 是的 我們謝謝燕榮老師 各位投資朋友 台股四月份跌了100點小跌啊 聽眾朋友們 您對自己的操作有滿意嗎 現在呢 分享老師給會員 四月份的大餐跟點心 大餐有最多的 漲最多的雅力70% 紅一股有30% 紅素有30% 點心最多有冬結10% 一拳10% 液態10% 然後 今天的三連7% 換股活動接近尾聲 越早來才能 越早換到最標的股票 歡迎參加以股換股 以股換股的活動喔 現在趕快加LINE 小老鼠小寫A178 小老鼠小寫A178 留言以股換股 加上電話或者是LINEID 帶您換成本波反彈V型 反轉最標股 聽眾朋友們 加老師的LINE真的福利是拿不完的 不同的留言會有不同的福利 千萬要聽好我們的通關密語喔 今天我們的通關密語有 想要索取老師說的欲邦第二雙概念股的 聽眾朋友們 在老師的LINE中留 6449加1 6449加1 跟我們這最重要想要以股換股 想要換成這一波反彈最標股的 就是在老師的LINE中留言 以股換股 加上電話或者是LINEID 以股換股加上電話或LINEID 那今天是禮拜五 同樣可以登記來領取老師的週報 要索取週報的聽眾朋友們 請留言週報加1加上電話或LINEID 週報加1加上電話或LINEID 等一下聽完節目後 繼續鎖定非碟聯邦網 記得打電話進來或加老師的LINE來詢問 持續鎖定非碟聯邦網 財經關鍵晚報股市A指標 讓彥榮老師來帶你翻倍翻倍再翻倍 我是白毛我們下週見 我是彥榮老師 祝大家週末假期愉快 謝謝拜拜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